你好 想弄点啥 这上街买个菜 叫我买发财了 上街买个菜买发财了 我的天呀 这是啥 黄金啊 黄金 我的天呀 这是金饼 上面金库 竹翅 兰州永峰 这东西 买菜能买到这个 我也不想到会买到这一个东西 啥经过 我不是上街买菜去了吗 有一个七八十的老头 然后他不是买菜了吗 我也买到菜 他叫我看这个东西 他说鬼妮 您看看这上面写的啥字 我不认识 我演法了 我也不认识上面这 老头让你看这上面啥字 对 然后我一看上面写的竹筋是吧 竹翅 就是竹筋的意思 对 竹翅 然后我一看这不是放柠檬 对呀 但我问到老头 我问这你给他弄的 对呀 这老头卖菜的老头从哪来的呀 对呀 我再问他吗 然后他给菜地里挖出来了 从菜地里挖出来的 对呀 他做了一辈子菜了 挖出来一个 他说挖出来一个字 他不知道这是啥 对 他不知道 然后我问他卖不卖 他说卖啊 他会要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买回来了 对 但我没有给他那种 我只要高高价翻价 一千块钱给他买回来了 一千块钱买回来了 对 这我不是沾沾的大路 我的天呀 这要是真正的黄金 那可了不得了 啥真正的黄金呀 我几天走 我都上景点 给家对比聊了 去景点 对呀 给家景点一抹一压 啥都一压了 你说的这个上面的颜色 跟景点里的黄金首饰 一模一样 对呀 都是这个颜色 但是我也上网它了 一看这都几百万的东西 几百万 那这么大个的金饼 说实话 这要是真的 那确实 那不少值钱 我感觉都是整的 你看 重量能重 投到春天店里 对不对 腌这也对 上面写的字也对 一千块钱捡漏了 那肯定捡大漏了 我发财了 发财了 我先给您说一下 那您今天来到我店里 这是要干嘛 准备出手 准备出手 让您先看看 这块是不是顶几百万 是不是顶几百万 对啊 这要是真的 我估计也值不了几百万 你要是说 能值个几十万上百万的话 还差不多 因为从它这个落款上来看 那应该是以前的这个银楼里面 打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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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款 对 但是从这个落款的这个字迹上来说 这可不不咋对啊 都是不咋对 它都不是国际的股东 它都现在的黄金 拍支枪 现在的黄金 对啊 嗯 咱先不讲这个是不是现在的黄金 咱就先说这个上面的落款 这上面落款 您看就这里 兰州这俩这儿 模模糊糊糊的 这说明啥你知道 没力道 太软 那是眼镜摸来了吧 哦 它本身是凹进去的 这个 嗯 就是磨损也磨不着它 这说明 它没力道 这东西假的 不倒带 假的 对 不是老的 然后再说这个黄金 你今天去金店说了 跟那个黄金首饰颜色一模一样 是吧 对啊 那确实是金黄金黄的 对啊 很唬人 但是 但是啊 您看这后面 您看这后面 嗯 你要是真是老的 隔以前 哪有这种车轮打过的痕迹 这这这不行 因为 你要是隔以前这种金柄 它就是 把黄金倒成水 然后 直接倒出来的 倒出来摸的 对 它下面不可能有这个 不可能是这样的 能明白吗 按正常来说 它应该没那么平 这明显的 也不是以前的工艺 再说最后 最重要的一点 这黄金 虽然金黄金黄的 但是重量不对 咋不对 我吐了可撑 黄金 它的密度19.3 这个因为是实心的 确实有重量感 但是跟黄金差的远了 这要是黄金的 咋手啊 在手上 你得别走 你都说 能吃多少钱吧 能吃多少钱 捡漏 捡漏 我估计你是被别人捡漏了 东西是假的 被骗了 不是黄金 也不是以前的古董 你都被骗了 确实 一千块钱买它 你要是到古玩市场上 花一千块钱 就买这样的东西 买个几十个没问题 买几十个没问题 你并负责了 我会将个大路车 这样 你说我被那个老头骗了 你别想着发财了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 那个老头给他退了 你记住以后 这种小便宜 不要去贪了 想一下老头 就是真不认识这儿 他从地里挖出来 这金黄金黄的 他不知道这是黄金 天上不会掉馅饼 他小便宜 吃大亏 来拿着 赶快去找他了 能退了 抓紧时间给他退了 好 好 谢谢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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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弄点啥 我电梯说 俺的家送过了 有一个锦票 我想问问 你要是GK的话 对他有影响没有 金条 什么样的金条 我能看看吗 可以呀 订婚送金条 看来你男朋友家 家里十里雄厚啊 他们那边的鬼局 都说不信送钱 太酥了 都是送锦票 我的天哪 这根金条 我看上面还有落款 这字 看着可不是 现在的东西啊 不是嘞 男朋友跟我说的 这是锦票 是他家家传的 家传的 传家宝 对 本来不是说的 就是那个定寝迪吗 是十万块钱 定亲礼 十万 对 他给这个生分鸭 给钱太酥了 他把这个假餐包 这个锦票 然后给我 他说这只能值二十万呢 能值二十多万 嗯 嫌给钱太熟气了 是吧 我的天哪 你刚才说 这块金条要锯掉 是质疑他的真假吗 真假我不质疑 就是我 弟弟有一个女朋友 他想要个请戒指 我想要给他 戒指 打一个戒指 想戒掉一部分 给你弟妹做一个手势 是的 是的 然后把这个事情 我肯定得跟他家 那个对象赏了一下 嗯 那是 它不允许 你不要锯开 锯开的话 就不值钱了 那确实 古玩 古董 这一类的东西 都讲究一个完整性 就像这根金条 如果东西是老的 真假没问题 如果你从中间锯掉一截的话 就影响它的完整性了 就变成残次品了 那样它的价值啊 会大打折扣 明白吧 就像你刚才说 这个那个订婚礼是吧 要十万块钱 他说这根金条最少值二十万 对 这是完整的 如果说你把它锯开之后 有可能连十万都值不了 那你都太不值了 你没个劲才有多少天 但是 美女我得给您说一下啊 你这根金条 我拎在手上 说实话 我感觉 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啊 你得给我好好看看啊 嗯 我想问你一下 你跟你对象 出多长时间了 没认识多长时间 咱就是整人介绍了呀 整人介绍的 对 嗯 有有多长时间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对他有一定了解吗 你还没有这么了解 还不是太了解 那全这两三个月 能有多大了解 那我就给你说一下 你得小心了 啥 你这根金条有问题 刚才我说那个重量 黄金的密度的十九点三 不管是金条也好 黄金手势也好 只要是黄金的 放在手上 就算是一拎 他会有砸手的感觉 那你手那么微弯 现在这一根金条 拎在手上 虽然也有重量 但是跟黄金的重量 差得远了 能明白吗 你手那么微弯 是不是它是假的呀 嗯 大概率是假的 反正它的 它的材质 现在是肯定不对的 咱们再说一下 刚才你说 他送你这根金条的时候 说是家里的传家宝 是的 就是意思是老的 对吧 那咱们先边就验证一下 它的金老 从它的这个落款刺激上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上面有一个上上的竹刺 这两边的 其实是意思就是含金量 竹刺就是说明含金量非常高 然后呢 中间这有一个金帽 可能是它的商号的一个名字 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刚硬上来看 字迹上来看 软弱无力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也不是老的 说明它的这个刚硬的工艺都不对 材质不对 然后也不是老的 所以这个金条啊 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回头你再问问 是不是搞错了 能明白吗 诶 信物我折了 知道啥意思吧 信物让你给我看看 对 信物还拿不让我锯开 对 对对对 就想说呢 它为啥不让你锯开 也有可能 有这方面被你发现的这个考虑 怕我发现 对对对对 那再收起来 东西还收起来 好吧 你回去问问问 搞清楚啊 好 谢谢 谢谢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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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你给我看一下 这别人送我的这个银币 现在关注多少件 银币 对 我的天哪 这么漂亮 因为他是吧 给十年管医的这个师兄 就准备闹翻了 差点闹翻 对 就因为这块银元 是呗 这啥情况呀 这不是跟俩 按这个师兄 修初始的给他们一个师父 哦 修了说成之后呢 这得有两年签了 修了说成 他不是想开个饭店吗 嗯 打人没签 我借他几万块钱 哦 另外 他开业的时候是吧 我给他发三年块钱的银帮 你想想 那你们这关系处得不错 对了 是了 他在省业干了也不赖 哦 这不是我这边也想开饭店了吗 是不是 嗯 想开饭店 打人打人我也给他练一 他叫我怎么弄 怎么弄 毕竟人家开过比我有经验 是不是 那是啊 那互相帮忙嘛 对对对 那不错呀 那为啥跟这块银员有啥关系啊 就因为这个银员这不是开业了 我这都弄好了 开业了 对吧 你多少天也得随个份子上来 是不是 嗯 他啥没随 都给我一个证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意思就是 他开业的时候 你给他包了一个三千的红包 对 另外因为他当时缺钱 你还借他点钱 是吧 然后到你开业的时候 没给你包红包 对 就直接给了一块银员 对啊 你换这些银员都不在家 你想想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块银员不值钱 这个统一啊 我之前了解过 这银子现在一棵也都是十万元 就下来二十多棵是吧 也都是两三万元 我一个这七百块钱 你换这些银员都很生气啊 是不是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们这师兄弟之间啊 有点误会 嗯 其实啊 咋算你这位师兄 应该是也是知道资恩图报 为啥呢 他送你这块银员 首先咱们不讲经济价值 这个是孙中三项的这个银员 是民国那时候铸造的 距今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了 品项非常好 然后背面 主要看背面 就有一个帆船 做生意嘛 都讲究个一帆风顺 财源滚滚 是吧 像这个 这边背面的有一个帆船 寓意也特别好 另外呢 呃 咱们再讲一下它的经济价值 你刚才说这个银员是用银子来做的 现在你可能买银子十块钱一克 那确实是这样 但是 它这个银员的价值 跟银子的价值 是毫不相干的 呃 因为这个东西 刚才就说了 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了 这算是古董 古董 对 你要是普通的一个传扬 就是那种流通过的 一块传扬 现在也就一千多点 但是这个 跟普通的 不沾边 你看一下 公博评级 MS65分 加 这已经算是传扬里面的天花版级别的了 像这种传扬 转光 特别漂亮 还有点黄油彩 像这个传扬 如果说 你要是不想要 卖给我的话 就这块传扬 我可以给你拿个八千块钱 八千 对 整个家里老板 八千 你当时两年前是当时给他三千的红包 对 是吧 现在人家回里回一个价值八千的 并且寓意这么好 你说你这个师兄是吧 说实话 人家做的没啥毛病 这中间有误会的 也只是因为 你对银元的价值不了解 可能有点 中间就有点小误会 确实不了解 我上上他都吃个银架了 你看吧 没事 这东西 说实话 谁见谁喜欢 就这种品项的银元 如果说你不喜欢 或者你缺钱 你随时过来找我 给我 我给你按市场行间价来走 那你既然这样说了 这个误会算是解开了 对 我得回去 没跟你这个师兄 吵架或者怎么着吧 没有 没有 都是我对咋心 心里 心里点想的 心里有点不得劲 弄别扭 这没事 知道你师兄 啥为人了 回去 多跟他喝 喝几汤酒 是不是 对 毕竟十几年的关系了 是吧 这个东西 咱能还留着吧 我想留着吧 行行行 没事 没事 最近收拾特别紧 连雷排钱都没有了 你给我看看 是我陪加的银元 能换点钱不能 什么样的银元 我先上手瞅瞅 你看看 哎呀 还都是皮壳的 还都是龙羊 这些银元 是你跟你媳妇结婚的时候 老丈人陪送的嫁妆一员 对 那挺好啊 我看了都是龙羊 都还不错 都是PCGS的盒子 这个是姜丹甲蝉 这个是湖北龙 这个应该也是湖北龙 这个是北洋龙 这么好的银元 一般都当做传家宝了 老丈人说的意思就是 留给俺儿 就当传家宝了 是啊 那你这为啥要出手啊 我现在俩闺女 我不想再要了 我还不如我自己划了 俩闺女 对啊 你的意思以后用不上了 用不上了 我自己不再划嘛 咋可能啊 以后闺女结婚的时候 也可以当陪嫁人员 给他们留着 这东西哪有啊 我看还不如我自己划了 那你最近这意思是 刚才听你说是手头紧 对 打败我没钱了 玩牌 我玩牌 我现在我直接都玩牌 挣钱 我的天呀 你这就为了赌博玩牌 就把嫁妆议员给卖了 要拿啊 这家的 这听你说这玩牌 运气不太好啊 最近 你说这了吧 运气确实不好 那你运气不好的话 就先别卖了 你这找个工作 好好上班 就不玩牌了嘛 对不对 我运气不好 我才卖这几块 运气 做单运的 哦 这天天 来拍运气不好的时候 前面是要给他协议的 协议你 哦 运气好的时候 那我才能用 因为朋友不玩呢 天天 少时无可得你 那不行 你就是靠 一直靠赌博 去玩牌 你去说 你生活 那不行 你不能当工作 是不是 再说了 你这个刚才也说了 这是你老丈人 给你媳妇的 这个陪嫁的嫁妆姻缘 本身这老丈人 也是给你们的一个祝福 姻缘 谐音是姻缘 意思你们这个以后的 这个美好姻缘 长长久久嘛 对不对 你这 你这就上来 就给卖了 这也不合适 再一个就是 你即便卖这些姻缘 你也得先跟你媳妇商量一下 对不对 给他商量啥 一个娘们他知道啥 这我家给家都一家之主 那是那是 那咱们男的在家里 确实一家之主 对啊 但是你毕竟卖他的东西 那你不跟他商量吗 他管不是瓦的 这都是瓦的了 给都给老了多了 那您的意思 这些姻缘 现在 你媳妇还不知道你卖吧 他肯定不是 给他说他也没事 嗯 他不知道 现在是不知道 不知道 那这样吧 呃 你明天再来一趟 明天 对 明天再来一趟 你拎着你媳妇一起来 他要是同意 卖这个 是吧 你可以把这收了 到时候钱 交给你也行 交给你媳妇也行 行吧 我今天呢 先给你鼓鼓架 可以可以 是吧 可以 行吧 可以 这这三块呢 我看了 呃 都是批合的 然后 有XF97 有92 虽然没给分呢 但是B面上也没戳 没伤 品项算是通货 没品吧 像这种省龙呢 我们现在收的呀 一块也就 三千五 一块三千五 哎 两个四块加在一起 有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够我翻本了 够你翻本了 对啊 哎呀 其实你这样 不合适 这这这总得找个工作 大男人 对不对 不能天天靠打牌过日子 老板也不知道 我这运气 感觉要来了 感觉要来了 反门去了 那行那行 今天先把这个 也拿回去 哎 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行吧 好 好 你好 想弄点啥 你好老板 你给我看那些 老姑钱吧 还是啥 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这我普通 哎呀 这些 都是银元呀 都是国际的钱吧 那是 那铜钱 咱就不错了 这银元 隔谁家里 可都是传家宝呀 那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估计值三千块钱 没啥问题 因为你这有几块大头 还有一个 这是湖北龙 这是湖北龙 三千只多不少 那就可以 那这些铜钱 可能价值 不会太高 确实也都是老的 这个家里都是传家宝的东西 这为啥要卖啊 这是俺大姨的 俺大姨生命住院了 每钱交住院费 哦 这不是你的 不是我了 你大姨的 对 那你这大姨 没钱交住院费 她没小孩吗 有一个 就一个闺女 一个闺女 对 按标签 哦 那你表姐就不能给她拿点吗 拿了 都拿五百块钱 都不关她了 俺表姐她家的情况也不太好 嫁了缘 嫁到新疆那边去了 哦 一家省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两个儿 哎呀 那你大姨就这一个闺女 就这一个闺女 没儿子 没有 哎呀 这事弄了 他不管 按摩叫我就管 我也过去看了 老人 做他自己 按衣服走来着 哦 年轻人照顾都没有 吃饭大家都不方便 那是 那这这这太可怜了 然后 俺妈说叫我照顾 啊 我给俺媳妇 基本上油过程都去看她 啊 那洗衣服 做厨房 啊 然后给她缴一千块钱助员费 人家又说不够了 又缴一千 啊 俺家一千块钱也一百 都是打股的 拿了这些钱 那你还别说 你这个外甥做的挺好 那他买赞也穷 主要是 那是 然后他 他那个油 听他说还差三千块钱啊 我给俺打一会儿了 我能这个 我这个特点油油线 啊 俺大姨说了 找这种 你看能不能 哦 卖了换三千块钱 哦 等于说这这些东西是你大姨的 对对对 让卖了换点钱 换三千块钱 哎呀 你看这是弄的 呃 我先给你讲讲吧 嗯 这都是大头 普通的大头 嗯 没啥板别 这个也是普通的 十年的 这个是三年的 这些大头啊 嗯 壁面没戳没上 我们收的是一千亿一块 一个吗 对 这四块有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了 对对对 这个湖北龙啊 我可以给你拿个三千块钱 这等于说加在一起啊 七千多块钱 对对对 这些呃 七千四下来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些铜钱啊 这些铜钱不打值钱 不打值钱 你说实话 呃 是这啊 呃 你要按正常来讲 我也能这么多加在一起 我也能拿个一百块钱 加在一起 七千五 这么多才一百块钱吗 那这不值钱 哎呀 这不值钱 呃 是这啊 你这这大姨说是家里现在条件困难 对对对 我这有啥说啥的 这东西 我都按行情来的 另外呢 再给你加五百块钱 八千 哦 哎呀 老板啊 谢谢你啊 我天啊 大姨谢谢你 你真是绑了大忙了 太多好人多 这帮啥大忙啊 咱说句实话 碰到有难处的了 能帮点就帮点 是的 力所能及嘛 对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哎 我感觉啊 这家里面 还在用男孩 有点儿啊 俺大姨辛苦 一辈子养这个国女 也不少给他处理 有钱都给他了 这到现在都拿五百块钱 说实话 嗯 你这个表姐啊 做的真是不咋样 不咋样 你就家庭条件再困难 嗯 说实话 你说老人住院了 你也不能说 你不来看 就只拿五百块钱 那是了 太不像样子了 别说五个孩子了 都是我又四个孩子 阿玛神明主院了 别说五千块钱 五万块钱 我卖鞋 我才给他凑齐 那是 有时候老话 其实啊 说的也不会错 嗯 你看人家老话说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你没有说养女防老的 那对不对 咱不是说有有对女 女孩有偏见 但是你这碰到事了 有时候咋说 儿子还是 咋说 比闺女能靠得住吧 那是 都说嫁急随急 嫁勾勾勾 他嫁给别人了 都在挺别人的 对不对 那是那是 那啥也不说了 我把钱先给你拿了 行行行 谢谢你 没事没事 没事 老公不给我零花钱 我必须得卖他的银元 你给我看看 这两个银元 能不能买个包 两块银元 换一个包 对 你给我好好来看看 行行行 这两块都是造种啊 两个造种换一个包 这你这包不便宜啊 啊 两万块钱 不贵 哦 你那个包两万块钱 对 那肯定是名牌的 这不是名牌 是北大干 果然好奇 那刚才听你说 这两块银元 是你老公的 对 俺老公 他是从哪来的呀 我给你说 俺老公这个人啊 啥都不爱 就是爱手上这个 俺讲了一名 啥都没有 就这东西堵 就这种银元堵 对啊 钱都没有 就这堵 等于说 你老公挣的钱 都买成银元了 哎 对 喜欢的 喜欢的很 不是最近两年 才开始玩的吧 不是嘞 以前都喜欢这东西 那说实话 那你家发财了 这发财 一堆这东西 我能一放 能能上吗 我跟你这样说 只要是玩银元 超过五年的 你说家里面 一大堆银元 家里就没有 不发财的 因为最近两年 银元 价格行情啊 有一个 上涨的趋势 涨得也特别猛 特别是 二一年和二二年 那你老公玩银元 玩这么长时间了 家里放的有这么多 那肯定是赚到钱了 怪不得说 敢给你拿两块银元 让你去买包 这是我要买 我给他要钱 他跟我说没有钱 你不给我 我肯定不能给你罢求 对不对 然后他给我两块这东西 他说的 买那个包 绰绰犹豫 我根本都不相信 这两块破东西 能买给我那两块的包 你对银元不懂 我懂啥 谁懂这 那我跟你简单讲一下 这两块都是造币中厂 造币中厂呢 是中央的龙阳里面 龙阳三剑客 你像排在第一位的呀 你像第二位是大清泉山 然后是北洋龙 但是龙阳三剑客呢 就属这个造币中厂 价值最高 这个是PCGS 底板给的是XF 然后是92 92说明有过清洗 不过这个洗的状态非常好 字口清晰 龙阳也非常清晰 包括这上面的云朵 这种细节都在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背面的字口也非常清晰 你看这底板 非常不错 感觉非常舒服 像这种 我给你估价的话 能估到两万 就这一枚能估两万 真高吗 你手不出来 你可别毁忧啊 你先听我讲 这还有一枚呢 这个呢也是造币中厂 你看他俩盒子不一样 这个是公布评级 给的是XF45分 XF45分啊 意思就是通货没品 不过这个味道 要比这个要好一点 你看他是老包姜 老味道 字口也非常清晰 这边并且还带老包姜 看起来味道非常不错 这个呢 也能估到两万左右 这两个啊 加在一起 也就四万上下 你老公跟你说 就是买个包啊 搓搓有余 那确实 这种意义都嫩值钱吗 对呀 你刚才说 你们家里一大堆 我就说你发财了 要不然你给的这个价钱 很合适 很合适 对 那今天那咋能 就留我这吧 我得回去 给老公赏量赏量 他弯着也弯着 他还动化 不是 你不是跟你老公说过吗 你老公给你 让你出手的吗 我回去再问他 他愿意叫我卖了 他就过来找你 哦 明白了 你是怕我给你出手的价格低了 是吧 没事没事 这是应该的 没事 拿回去 你可以明天让你老公也一起来 我们就是同行的吧 相互探讨一下 好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没事 好 再见 哎 小伙子 你不是来小多名的吗 是的 是的 我有个好东西 好东西 行行行 那我到院里吧 这有个条狗 这有个小狗 没事没事 行行行 行行 哦 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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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没人没人 特别宝贵 我对着喝 那行行行 我是 咱在地上看 行吧 没见过 我没见过 这是一个金元宝 金元宝 我的天哪 金元宝 不是老哥 你这东西 肯定不是家传的呀 我天哪 跟小群伙 来相机 下相机 一几年十几年 都跟他来相机 我有半个月前 有一个老头 年龄都差不多 他在用 他都跟他看 看下相机 看下相机 看你们下相机 下相机 结束了 他说了 老哥老哥 你别走了 我跟你说点事 我啥事 我看你这个猴子 你不知道 我家里那些 出生点事 需要三千块钱 需要三千块钱 我需要三千块钱 也不认识 不可能借给他呀 就是了 我的三千块钱 我带回去 看有没有 你这个的时候 能拿 我问我 他说 你别害怕 你别害怕 我家里有个 传家包 他压你这几天 一个年这么了 三千都款 我一考虑 都经常给他 想想 你想想 给他看 你想看看 他到底 啥样的传家包 没多元 他回家 拿传家包 我送 送送送 我回家好说话 给老婆 那是 你借给你几千块钱 他说 三千块钱 我得送 不是老哥 您的意思 就等于说 这个元宝 这个金元宝 然后就是 从他那 你给他借 借他三千块钱 这算是抵押的 他说 这是他家里 家传的 家传的 传家包 不要谁看见 那时候没人 他说 你别叫 你也看见了 三年以后 我来拿 在押押的一个星期 他还不来了 半个月 还不来了 我去上北边那小区 找到没个人 他说 他就北边那小区的 没那个人 我凭着他处理了 这人我给他放了 这不理想 我几个朋友 你那收获的来了 我给你看看 老哥 你也别顶那个老头了 你上当受骗了 不是老哥 你先别着急 你先听我讲 你没一点常识 我的天呀 你听一下声音 这连 这连金属都不是 更别说是黄金了 他说他穿假包 他骗你呢 骗你呢 这东西 你首先人家造假呀 最起码人家用图啊 用铁啊 这直接外表刷了一层漆 里面是塑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老哥您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上面十分刺金 再看上面的这个落块 十分刺金 其实意思就是竹筋的意思 自平三年 这是他的这个 也算是时间 然后这个北顺 其实到北顺 这个已经不对了 这个 这叫啥 您刚才说是金元宝 是吧 隔以前 隔以前 在北顺 在唐朝的时候 他这个金 金字的金钉啊 没有这种形状 一般都是金饼 元代的时候 才有这种形状 以前你说有银钉 有金钉 有金饼 银饼 到元代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推广 他这个元朝 所以专门做成这种样式 他叫金元宝 其实就是中间加了一个元字 也就是算是一个文化入侵吧 等于说金元宝银元宝 从元代 到元代以后才有 隔之前 没有这样的 等于说不管他的定型 还是他的材质 完全都不一样 都不对 假的 你等那个人 你也等不着了 他就骗你三千块钱 是的 你这只能在家里拿点玩 假的 看看这个祖川的宝贝 三百万 你手机说不及 三百万的宝贝 我先上手看看 正把你的三百万的宝贝 稍一份都不完 老弟 这个可是个北洋龙 这是一块银元 上面写的是北洋 是银元 咱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这个可有历史了 从老太爷传到个爷子 老太爷传到个爸 咱爸传到我 算是四代胆传 传到我手里 传了好几辈的传家宝了 对 那时候我那人顶 别人哑伯认顶都非常光 为了这个宝贝 咱家里人都非常喜好 都是三代单传 四代单传的 对 没有一要老二 不敢要老二 一要老二 没法分这宝贝 卖了 明白了 这银元一般在谁家里 都算是参加宝 确实 我那个跟别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 那你刚才说 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 并且这个价位 你说值三百万 那为啥能值三百万 这个是有据可差的 我还给别人的不一样 为啥这样跟你说吧 因为在二十年前 一个富商 香港人转门招了个业 二十年前 香港的富商 对 转门招了个业 当时这个东西还没干吧 老爷子咋说 那个人 长得只给二百万 二十年前 就这块银元 香港的富商 对 说给咱两百万 对 当时个业都没卖 不卖 二十年前 家里都 全国全地地脑 现在都没吃的卖 那现在是传到你手上了 对 你今天来到我店里 这是想出手 到我这 为啥要出手吧 因为我 胆串 我不能 要延续小活 现在还没结婚呢 对 没有结婚 所以说咱父母也没挣着钱 比如说现在条件不好 对 干嘛 来的时候干嘛 死我了 不让我卖 那是 我那不行啊 爸 这个东西 到我这边都穿没啥鱼了 你还要再穿没啥鱼了 孩子都没有 对不对 还不如卖了 给咱俩留点钱 这样日子过来更好一些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 二十年前 人家出两百万 对 现在你最起码想卖三百万 对 我的天 少一分都不买 你卖给我高价 少一分都不卖 对 少一分都不卖 那行 是这啊 我这边呢 也是经常玩银元 我知道 等一会儿 我要不要也找一块 三十四年的北洋龙 就是正常的藏尾龙 我卖给你 你卖给我 我不要三百万 你要多少钱 你给我拿四千块钱就行 我这个给别人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这个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 对 我现在还没看出来 有什么特殊的 你得实际看吧 我给你讲一下 这个龙阳 确实比普通的大头啊 小头啊 传阳少很多 但是也不至于 三百万两百万的 像这种普通的龙阳 在咱们北方 一般家里面放的银元 只要是带龙的 很大概率 就是这种北洋龙 可能您家里面啊 就放了一块儿 你要是放的多呀 我估计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北洋龙 确实比大头价格高一些 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离谱 像这种品项 我看着也就价值三千左右 不是的 我跟你说 不然想个人 不会给阿姨二两百万 对不对 再说 我再说一点 你这个人也不行 怎么了 我感到人家说了 不要给我高价 不要给我高价 你上来 你这是何之高价 你何之白米的 打骨折了 是吧 对啊 你白米的头 散白了 你给我散钱 那这样 老弟 这块银元呢 还是你的 咱生意谈不成 也不用生气 是吧 你这样 你回去啊 问问老爷子 他之前二十年前 那个香港商人啊 看还能不能找到 能找到的话呀 两百万还卖给他 招是招不住了 咱爷子不在了 想个人更招不住了 那你到别处问问 可能我这个 还是对这个银元啊 了解的不够透彻 让我非常生气的是 这个董云 他算不上 支不了散白了 甚至更多 但是你这个管控啊 真黑心 让我干你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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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爷 你不是说有那个银元 要出手是吧 啊 那你过后来来吧 咱在外边也可以啊 你过后来来 啊 有点不方便吧 嗯 不要你过来 哦 行 行行行行行 哦 行行行行行 哎 你还别说 咱这个风扇特别凉快 是的 我过后来 热了 你这一过来 蒙一过来 都是鲜肉可凉了 哦 两块银元 传了几辈的 传家宝 那是 一般像这银元 葛西家里都是传家宝 哎呀 这个大头 哎 这里有点查商 您看一下 那应该是碰着了 然后这个 哎 前面挺不错 降彩 那我再看另外一个 哎呀 这个漂亮 这个五彩的 这都是放了十两张了 嗯 大爷 神秀 大爷 你说你这传家宝 这么漂亮的这个银元 这是碰到啥事了 要出手 哎 别听了 省了孙 哦 省个孙子 哎呀 那肯定特别开心 啊 是了呀 不对啊大爷 你这身个孙子 那你正好把这银元 给你孙子留着多好呀 孙子留着 小时候我给他拿去了 他不要 他不要 这账了个啥东西 这都不值钱 不值钱 他老了 给他拿五千块钱 他老了 小孩的老了老爷 拿五千块钱 拿五千块钱 哦 他想叫我给他五千块钱 哦 比如五千块钱 我上哪里呢 哦 我上哪七年了 上哪里就一千多块钱 给他他不要 交账给他他还不要 哦 我都要钱 要钱 哎呀 这事弄的 弄不过五千块钱 你也别来了 年纪了我也不管你 哦 就说这话 啊 你儿媳婦说 不给他五千块钱 以后 就不照顾你了 不孝顺你了 哎呀 这不行啊 我咋能干 你找你儿子呀 这味儿这味儿 就给你打五千了 哦 你不给点啊 哎呀 这事弄的 让你这年龄大了 确实挣钱不容易 手上也没啥钱 那你说他老了给五千块钱 你得看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呀 是不是 那大家都给你讲的 你这事弄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两块银元卖了 卖了 看能不能还多四千块钱 哎呀 这事弄的 嗯 大爷是这样 我先给您说一下 这种大头呢 我们平常收的 现在收的普通的都是一千一一块 还得是壁面上没伤的 你像这个 这个壁面上有伤 你看 那还多不了那 还 对 还值不了这么多 嗯 但是呢 你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多少能加一点 嗯 哎 能加一百块钱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 这个包厢漂亮啊 但是你就把这两块卖了 咱说句实话呀 他也值不了四千块钱呀 那小伙子 您能管吗 啊 您能管多多点 都不多 给多点 嗯 这 我给他凑不够这五千块钱 他都比较我住这 不让你住这了 嗯 你儿媳妇 哎 他都叫我年妇女 那你 你跟你儿媳妇 还住在一起呢 嗯 哎 怎么没见他们人呢 没有在家 没在家 满园嘛 嗯 上校儿就老老人 哦 这几点 就要钱给他抽够 得抽够 不抽够 他回来了 不见他母亲老家 住人都得住 不让你在家了 哎呀 这个事啊 大爷 我跟你说 大爷 这个事 说实话 你得给你 儿子联系 哪有这样的呀 你做儿媳妇 咋能说你 撵老人走 哪有这样的呀 啥也不说了 大爷 你说你碰到这种难关了 碰到这种事的 嗯 这两块银元 我要了 不是四千块钱吧 这我出 行吧 但是 但是 大爷 这不是长久事计 你还得 跟你儿子联系 你这就一个儿子吗 一个儿子 一个鬼女 啊 一个鬼女了 那你鬼女呢 鬼女嫁到外地了 嫁了圆 哎呀 那你这样 回头啊 你不行你这样 你跟你闺女 跟你儿子联系 你得给他们好好说 那你孝顺老人 对不对 照顾老人 那是天经地义啊 哪可能说 你说因为出不出来五千块钱 就要 就要哄人走 哪有这样的呀 对不对 你那是的 你门儿子给家的 可是呢 没劲儿 那是 大公 他不能不成年 就出这样 哎呀 儿子一走了 都有 又一个呀 找找你们社区的人 肯定得 得 得说一下 这 反正这不是长久事计 我先把这个四千块钱 给你拿了 啊 好好 我钓鱼挖球银了 挖出来一堆捞铜钱 你看这值钱不值钱 钓鱼挖球银 挖出来的铜钱 哎 我先上手抽抽 哎 我得有一百多个吧 我的天呀 这可不是铜钱呀 老哥 这些都是一眼开门的银员呀 老哥 你这铜钱 谁跟你说这是铜钱的 哎 我看上面好多铝布子驴秀 这不是铜钱的人上 哦 上驴秀了 对 哎呀 这总共挖出来多少来个 呃 一百多个吧 一百多个 对 老哥 我跟你这样说 你这发财了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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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银员 上面虽然说确实有那种绿秀 那你要按常识来讲 确实只有铜才生绿秀 对呀 这可是银的 晚清民国那时候铸造的银员 为啥他会生绿秀呢 因为当时啊 呃 他这个银员铸造的时候 往里面掺的 有铜 银员一般的含液量只达到 百分之八十九 然后另外啊 掺的有百分之十的铜 为啥要掺这个铜呢 因为含液量高 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的 这个营养 特别软 流通的这个过程中 磨损 非常容易磨损 加点铜 增加它的硬度 所以啊 呃 它里面含的有铜 时间长了 特别是在潮湿的地方 它就会有绿秀 嗯 这你这发大财了呀 老干 我看这还有带笼的 一百多块 就拿了这几块 对啊 我以为是同班呢 因为我平时爱钓鱼 嗯 人家钓鱼都是埋了那个啥鱼儿 狗王儿埋了啥东西 啊 我这个人钓鱼啊 比较制作 我希望用球银 球银钓鱼 对 用球银党儿 钓鱼钓得快 钓鱼钓得快 上头上来 然后打鱼朵 哦 所以我每次都在去路边去挖球银 啊 我这挖球银挖习惯了 警察长长一片挖 啊 挖的那个洞呢是越挖越深越挖越深 不知不觉啊 一压挖的那个小坑 啊 警察跟他一片挖 哎 这回来年挖的那个盘子 盘子里边挖了一百五多块这个铜键 改盖 我当时我也比较好奇 我也没太在意 东西都在那院里边坦默了 我也没太在意 我的天呀 那老哥下面我给你讲讲它的价值吧 走到半 我看了 里面啊 你这总共是八块银元 是吧 嗯 呃里面有七块都是大头 哦 我看没有八年的 也都是三九十年的 普通的大头呢 只要壁面上没伤 我们收的呀 一块一千一 一块一千一 一个 一千一 那一堆 那是一万 你这个北洋 我看壁面上也没啥伤 像这种 我们也能收到三千 三千 对 你就这 随便拿几块 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 对 你说你一百多块 那你发财了 那你这样细算的话 那确实发财了 在咱周口 我估计啊 你要是多点龙 在咱周口 你马上能弄一套房子了 别提了 我跟你说 有带龙来 还有带缝的 带啥的都有 带缝的 对 反正我回家 我估计你是看错了 一般银元啊 都是龙 哪有缝啊 那不太挺龙 反正是斐龙缝 啥都有 反正是 只能给 加给 那你这样吧 你啥时候 你把你那些所有的银元啊 都拿过来 因为这个 你像普通的大头呢 他也有板别 你说普通的 没有板的是一千一 那你要是有带板别的 那种少见的板别 一块也能好几千 还有那个 刚才我说了 这你这都是三年 九年和十年的 你要是碰见八年的 那一块也不便宜 那估计也有八年了 我弄的事 我看见了 有巴巴巴 啥啥啥啥 你回头你拿过来 我给你瞅瞅 行不行 我给你看看板别 啊 别锁了 非常干净 我这些银元 别掉了 这些银元咋弄 这些银元先卖喽 还是先咋弄 先处手 先处手 我看到底整的家 被毁卧了 咱俩他慢点了 你都给锁下玩的呀 那行 那我就给你锁钱 确定是挖出来的 确定是 你不跟你说 我那你要不信的话 我带人去看看 我那挖球 就是那个地方 来路绝对没问题 那行 那行那行 啥也不说了老哥 那我这就给你收了 行行行 老板 我两千块钱 买一个大银定 看我这一次 撒多大的菜 两千块钱买个银定 对 我先上手瞅瞅 你看看这多少钱 这要是真的 那不捡到天大的漏了 我都说我撒菜 这么大一块银定 对 我的天哪 还是马蹄形状的 马蹄刺巾 你这在哪买的呀 在哪没了呀 这不是干假 那一片不是最近修路的吗 修路的 对 那早上我刚出门 碰见个老头 然后他说了 他挖出来这个东西 问我要不要 一个老头 对 拿着这个 问你要不要 对 打人他说了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我也请两千块钱 质牙荒紧 这质牙哪重价 现在仅是一颗的 最低的事败了 你的意思就是 他是修路的工人 对 他修路的时候 就挖 那种路的时候 挖出来的 对 当时就是这种颜色吗 打人上面带涂我 我又擦它 刷一刷 对 洗干净了 就是这样了 对 打人 两千块钱 我也抢 这人是抢上脚线瓶了 我自己也不带有预论 你妈也得给他赚了 两千块钱 对 我的天哪 这要是真的 可了不得了 那是 不过呀 老弟 好在这不是真的 你要真是真的呀 你摊上事了 为啥 首先讲一下啊 这上面形状 确实是马蹄形状的 你看这上面还有落款 马蹄刺巾 刺巾呀 就是竹巾的意思 马蹄呢 就是形容它的这个形状 并且后面还带一个中字 那确实啊 这仿的挺像的 马蹄金钉啊 是咱们汉代 那时候铸造的金钉 它的底部都会有三个字 一般上或者是中或者是下 当时铸造的时候 一块也就是按现在的重量来说 是250克 按当时的那个计量单位来说 那就是一斤 在汉代的时候 一斤的重量只有250克 那我这不是法代了吗 你发啥财呀 汉代 现在距今多长时间了 对呀 这属于国家的一级文物 文物 对呀 你你买卖文物 那违法犯罪啊 弄不好你得去坐牢 喝面条 知道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假的 这你对你已经没有坐牢的风险了 首先刚才就说了 它一块这个马蹄筋是250克 嗯 这这么大一块我用手拎着 它没有250克 要不然咱们用秤秤一下 好 你秤一下 到底看看有没有能种 看到没 这一块重量只有114克 连一半的重量都没有 老板 这难道是空心的吗 这咋没得重啊 空心倒不会是空心的 这一看就是实心的 你要是讲它这个重量来说的话 下面就得讲黄金的密度 黄金的密度呢 是19.3 咱们在生活当中 能碰到的金属里面 也就黄金的密度是最大的 所以你同样体积的黄金 比其他的金属重量更重 它现在没有那么重 只能说明啥呢 说明这是其他的金属 不是黄金 等于说这东西连金子都不是 也不是老的 也不是黄金 你按照它现在 给出的这个重量来说 大概率啊 里面应该是铜 铜 对 这五千元元买了呀 那这是一锅价吗 哎呀 咋说呀 你两千块钱买的 刚才你说你是天上掉馅饼了 在这里给你说一下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不贪便宜 不吃亏 你这两千块钱啊 算是打水漂了 你碰到那老头啊 是个骗子 嗯 我还去找他去 那你找 我估计不好找了 东西是假的 能找到人最好 找不到人 这东西啊 你也只能在家里拿着玩 当摆设了 我谁的找他 还是呢 好歹 这不是老的 这是老的 真是 你真得摊上大事 十千元元元是我的死房间 你不知道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赶紧我开着两万元元 能不能卖两万块钱 卖两万块钱 我的天呀 这是照币总厂 还都是批合 三十五分的 两枚都是照币总厂 嗯 卖两万块钱 那光听这个价格 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俩 是俩公公的呀 你公公的 我俩俩公公的 哦 这是碰到事了 不然的话不会卖银元呀 那肯定碰到事了 啊 我给老公要钱的 老公不给我 老公这个人 啊 公公是每个月是 七八八九钱嘛 不到一万块钱 哦 我的手 我手为吧 零花钱 每个月给我五六千 那也可以啊 你看七八千块钱 一个月给你零花钱 就给五六千了 可以善呀 我不够缓呀 我给他几个孽孽 我到他家里边 叫他家里边 我是小夫的 我不是给他说 他守罪的 知道吧 哦 那是 那嫁鸡随鸡 嫁鸡随鸡 不是吧 对 但今天呢 我遇到一个事 我跟他一个远方的鬼迷 过来找我玩的 妈 我提前两年都远好了 嗯 说的他过来了 我进地主之义 我请他吃的好吃的大餐 哦 那是应该 在上开地园 玩一把 哦 然后我这边远了 我还有几个小姐们 哦 一起出去玩 给他铁铁铺 热情的宽带员 远方的过来找你玩 那对那对那对 那是 你远方的朋友来了 总得宽带一下 那是 得招待好 我话都说好了 放个手 出去了 我不得跟老吴要钱吗 到老吴那来 给他要钱 他不给 要多少钱 两万 不是 美女 你说 你说一个朋友来了 就得两万开销啊 有多大 荷叶包多大的种子 不是 是吧 那这个朋友 我来口号口号了 你再好 说实话 你得认清情况呀 你说你过来 请吃顿饭 给他安排个食宿 那很正常 但是你说 你得两万块钱 这有点大了吧 那我不管 你今天意思就是 这个卖银元 就是为了 款待你这位朋友 对 款待他这个 冤枉的鬼迷 那你这 你公共给你的算是 不是的 我拿了个公公的 偷偷拿的 你看你这话说 多难听 他没在家 没在家 我给他公公 在一块住 那你咋知道 在银元值钱呀 他前天就闹了 闹了闹了 他在手上里面都是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公公喜欢 收藏银元 对 有一次我问他 我爸 你这没人 这一看不过来 这可值钱吗 我说的 他说你 那你不懂了吗 这可值钱 这看了个大块 他说的这一个 最近妈值一万 一个值一万 那我估计你上次看的价值一万 那肯定不是这一块 那我不能拿一块 反正那我可值钱 是这 我先跟你说一下 招待朋友呢 那肯定是应该的 但是呢 你说你偷偷拿你公共的银元 卖了 去请你朋友吃饭 这个不太合理 也不合适 你可能对这个银元啊 价值不了解 今天你是来到我这 我给你讲一下 你这俩块银元啊 都是照比中长 龙阳三剑客之首 并且也不是普通的 都是PCGSVF35分的 像这种状态的照种 还是评级给分的 像这个 我们搜的话 一般一个都是四万往上 多少 一枚都是四万往上 两枚就差不多十万了 十万块吗 对啊 拐一拐 这咋在你之前 不管价值高低 老板 钱都卖了 你守不守 你给我十万块钱 不是 美女 不管价值高低 这个银元 我肯定是受不了的 明白吧 因为你要是说 你公共送给你的 那你拿过来卖 那无所谓 那给你了 就是你的 对吧 但是你公共都没给你 你偷偷拿的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不是 我建议 你把这两块银元 还给你公共拿回去 另外 缺钱的话 找你老公要 老公不给我 那不给你 那你另外想办法 这个办法行不通 这东西我也要不了 不是 我买一块要不了 这不是两块值十万吗 我买一块就了 不不不 我买一块就了 是吧 这一块还给他放回去 一块我也要不了 一块我也要不了 老板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是啊 不是 不是干生意 不干生意 你这 你都不要 你都不要干什么 不是你这种货源啊 你送钱的 你你都不接受 你要 你这我这给你送钱 人好爱 走 不是 你这货源我这 你说半点了 你也不要 说你这废话 怎么了 那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每想到我最好的鬼秘 在我结婚当天竟然送我一块 银币 真是太憨颤了 什么样的银币 我先上手看看 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我觉得这块银币 连二百块钱都不值 龙凤两脚 还是公伯评级 也有55分的 这是你朋友 送给你的 那个结婚礼物是吧 对 是我最好的鬼秘 我们从小学 楚种 像高种 哪个大学 我们都是一块上来 也好得很 那几十年的情分了 得二十多年了 是嘞 你看 这我结婚了 是吧 一共有三个 三个鬼秘 三个姐妹 对 我之前也赶紧老公说了 我有两个玩的 最好的鬼秘 我结婚当天 肯定会给我 给我惊喜 是不是 其实我来一个鬼秘 确实也听 也挺给我惊喜的 他自己一个月工作 他想要的外贤 他给我让我订了一套 婚纱 花了一个月的公子 花三千块钱 给你订了婚纱 对 穿得可没了 你都不知道 特别漂亮 我现在这个婚纱 都赶紧挂点了 我跟你说 我都在整仓着 这就是游一游一 对 姐妹情分 对 然后这个钱 是我另外一个鬼秘 我结婚当天 她妥认给我送来的 没有来 有事没来 对 找朋友送过来一枚 这个 这种小银币 是吧 是的 我当时我都气死了 你说你认没来 认没来 是吧 你有事我怎么能理解 对 认没来可以 你说个句 中国话都行 我送个银币 是啥意思 你都不知道 当时那田 好多好多人 然后把这个银币 拿出来 我都愣了 真是呢 我跟你说 这啥意思呀 你送我一块银币 是不是 你这不是要当旗店吗 真是太阪阳了 那你可能对你这个闺蜜 送你这个银元呀 银币呀 他还有一个谐音 银元的名字呢 叫 银元 这么漂亮的一块银币 就是好银元的意思 等于说是对你们美好婚姻的一种祝福 另外呢 你看这个银币呢 他还特意精心挑选 龙凤 龙凤银币 咱们中国人讲究龙凤成祥 寓意多好啊 咱们刚才讲的是 他的这个寓意都挺好 是吧 咱们下面讲一下 他的这个经济价值 就这块两脚的龙凤银币 你不要小看他 他的价值 能值多少钱 我估计超出你的想象 这块银币 如果说你不想收藏的话 卖给我的话 我可以给你拿两万 两万块钱啊 对 两万 真的 因为这个是民国 民国那时候发行的这个银币 这已经算是古董古玩了 这种龙凤银币呢 本身当时发行量就非常少 然后现在的存实量也少 古玩古董 都讲究个物以稀为贵 越少的东西 价值越高 这还是两脚的 如果是一元的龙凤银币 一般价值都是百万以上 这么多吗 对啊 那你这是说 我给你 当时我打电话 你说吧 我当时就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他 我说的 你这不来 你东西也可以不送 你送这一毛钱 你能啥呢 我说的 你还打电话了 那我可以要打电话呀 那你姐妹没说啥吗 他很生气 他说东西给你送过了 你爱要不要 你要爱要你就给卖了 我当时我说 你卖啊 卖啊 卖啊 那人要 我电话就给挂了 哎呀 这误会大了 回去啊 好好给你姐妹赔个不是 反正你们这个感情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想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 那最起码十几年啊 一二十年的感情了 是吧 这两九块钱 这里不那么值钱 这都没事 咋弄 你这块银币 你要是真不想收藏的话 我这边可以搜 就刚才你说了两万块钱吗 对 那我知道 我现在不能卖了 不能卖了 那对 按正常来讲 确实不能卖 毕竟给你们婚姻的一种祝福 也是姐妹情义的一种 是吧 来 好好收藏起来 好 谢谢您 没事 没事 谢谢 我之前我去咱们广东那边去了 好多回了 去收货 咱们广东在晚清民国的时候 就比较厉害 然后那边做生意的比较多 然后像那个小银行啊 银元啊 说实话家里面放的呀 还有很多 我去收货好几回了 老哥这回来 那看来是拿的东西也不少啊 大包小包的 这是首饰盒呀 飞龙 老师你这个东西是家里传下来的还是买的 传的 我以前小时候大的 确定是传下来的 确定是传下来的 那是命担保 65年就破市剧就不能大了 所以我母亲就拿一个比如都是包的包好来 到头里面泡了二十年 到八十年就可以放了 这就找出来 你看看这老包装了 老哥反正这个东西咋说可能会有一点争议 没有在意我的性命担保 咱不是说用性命担保不是担保的事老哥 咱因为我这边东西 我这看食物啊 首先 你要经常看我的视频 应该你知道 小妍没做银元之前是做首饰的 就手工做首饰 所以像像这些 你要按正常来说 他因为都是以前的老手工 他工艺啥的 我一看能看出来 然后再再看 我刚才看了一下银元 因为本身这个银元也不是便宜的东西 飞龙嘛 虽然看上这样了 如果说真的 估计也能值个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就买不到 那你要按正常的飞龙你几万块钱肯定买不到 但是你焊成这样它价值就低了 首先我我说的是得是真的 另外你包括你这个东西是以前挂在身上的玩意儿 我从他的工艺上来看 因为这以前的都是银的 我从工艺包括他的材质来看 我看着这东西不老 不可能不老 可能不可能 那咱不知道 反正是因为我是搞银首饰的 是不是老老首饰 是不是老工艺 我还是能一眼看出来的 因为我这个首饰呢 我们家里祖传 坐了几代了 我从小就开始做这个银首饰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银首只要是不是老的在我手上 我大眼一瞅 我比银员看的还准 明白吧 所以这个东西有争议 我看着是不行 我看着是不行 你还留着 你有大老远的跑到这来 你说从广东跑到这来 我有啥说啥的都说实话 咱就不玩虚的 对吧 说老实话 我这下面这个是 我一把零级了 在广东跑到这 哪个假的呢 不不不 有没有可能是你这边买的别人呢 或者是什么 我不会把这 这个你看 这个方衣服 你还没说 这个小金钉 这是小金饼 是吧 这小金饼是真的 用手 首先一拎 因为本身这个 这个民国 他这个小金饼啊 他本身 他比现在的金价 高不太多 会高一些 高不太多 首先 你看真假 一般人家造假的 如果说造假的话 首先他不会用黄金 其实黄金跟那个 其他的金属 还是非常好分辨的 因为黄金的密度啊 他19.3 拿在手上 如果说不是金的 他会特别轻 重量没有那么压手 这俩一看 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 老的 再一看 他因为上面有钢硬 他这个落款 如果说现在弄的 他就会特别软 这一看就是老的 没问题 这俩没问题 老的 这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